9月17日至9月21日 第21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上海航天写50多件展品亮相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垂直起降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模型 远征3号多星发射上面级模型等高大上展品 上海航天还展出了 玉图弟弟智能巡检机器人 太阳能智能变色太阳镜 生化加太阳能无人机等接地器的科技成果 有点像缩小版月球车的玉图弟弟智能巡检机器人 拥有园区自动巡视 对仪器设备进行红外测温等功能 为应对各类复杂多变的地形 它的底盘借鉴了玉图月球车的底盘结构 六轮主副摇壁式结构 它是脱胎于玉图号月球车 然后它采用了六轮悬壁结构 能通过30度以上的坡度 然后在月帐的时候 能越过80毫米以上的高度 太阳能智能变色太阳镜 能够根据阳光的强弱变化 自动调节镜片的明暗度 使佩戴者永远处于最舒适的视觉状态之中 与常规变色镜片需要几十秒才能完成变色过程不同 该航天版太阳镜仅需0.1秒钟便可完成变色 航天上用的生化家电池 然后制作的一个太阳变色眼镜 然后它上面是其实是有一个液晶屏的 就是通过太阳发电 然后给液晶屏通电达到那个变色的效果 生化家太阳能无人机就采用了低成本全柔性 生化家薄膜太阳电池镇机翼 该技术可以延长整机续航时间30%至50% 为长续航应急通讯 程式精确测绘 大面积森林巡检等提供帮助 对于监测温度还有气象情况 这个无人机式应用场景是比较广泛的 它主要是一个续航时间长 维护成本低这样一个功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